欢迎收看五点新闻安居 我是谢力文 先关心的是太阳花学运第24天 学生将在晚间6点退出议场 在这之前 稍后5点半 学生代表将在议场内宣读人民议会意见书 草根论坛结论 并且挂上人民议会的布条 而到了晚上6点 每位学生会手持太阳花 从议场的8号门离开 走到议城8门口之后 再从原先公路的靖南路出口出去 那么同时也会在靖南路举办晚会 活动预计晚上9点结束 为这一回占领异常的行动花霞据脸 学生将会在傍晚6点正式退场 不过稍早在立法院的侧门 发生了一些小冲突 有一位阿贝他主动报了一箱 从数字店买来的饮料 叫慰绕学生 没有想到被纠河人员挡在门外 甚至还被架了出去 我们带你看稍早的画面 您看到是身形状硕的学生跟纠沢 那么突然勒住阿贝的脖子 让阿贝难以招架 之后有三十位纠察人员 还把阿贝整个人抬出去 过程当中让现场的民众 看了不止错愕也非常心疼 在旁边提醒纠察人员们 要注意阿贝的安全 而抗议服贸的学生 要求先把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立法之后再审查服贸协议 现在监督条例的版本有好几个 行政院版跟民间版的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草案 内容也差很多 论会主委王毅奇今天表示 未来在审议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纳入民间版的精神 可以再讨论 我们大概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强化公众参与 国会监督 但是又不侵害行政权的部分 这个部分大家看看 怎么样来处理 第二个冲击影响评估 这个部分这个精神 就是说在签署协议之前 应该做周延的相关的评估 这个精神我们也是肯定的 第三个签署协议之后 这个协议的执行状况 应该要定期检讨 这个精神我们也是肯定的 而立法院长王金平 确认国民党籍诉讼案 法院在3月19号 一审判决王金平胜诉 现在国民党决定要提起上诉 国民党表示考量党内的制度 长远运作决定要上诉 并且在今天的下午4点 到高等法院正式地状 等于也为了未来的政局 跟服贸等议题发展 再增添了变数 关心食品安全 食品药物管理署预计 明年7月要求食品业者 在外包装上头 必须要标示含糖量 否则最高开罚300万元 那么下个星期 就会公告这个新的政策 同时也给业者 长达一年的缓冲期 另外在肉品填充保水计 增加贩售重量 不法牟利的高雄农震仙公司 高雄市卫生局也依据了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财罚新台币300万 同时也呼吁 现在有任何人 买了农震仙公司 贩售的肉品 暂时都不要食用 感谢收看新闻IMG 我是谢力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